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H9MOTO 我是Brad 我們今天看到身旁這台車 我們來到台中利寶賽車場 試駕就是這台 哈雷Davidson Sportster S Sportster S的各項主演 我們就跟著Brad一起來看看吧 Sportster S使用了哈雷新開發的 Revolution Max 1250T 引擎 相較Pen America 的Revolution Max 125 更著重於公路使用 引擎內部調整了氣門、燃燒式造型、 凸輪軸和可變氣門證實等設定 呼應代號中的T及Torque扭力 能在7500轉時產生121匹的最大馬力 同時在6000轉時產生125牛頓米的最大扭力 在扭力方面有10%的提升表現 能兼顧低中轉速的強勁加速表現 除了引擎上的大變動以外 眼前這台Sportster S在大整形更喘氣的同時 也加入了以往不曾在哈雷車系中看到的多項配備 例如具備藍牙連接 有導航、多媒體等功能的圓形TFT儀表 同時也導入豐富的電控配備 包含循跡繁華、彎道ABS、動力模式和定速巡航都一定一句全 科技成分已經大幅超越以往熟悉的哈雷車系 懸吊和自動配備方面 前臂陣使用43mm秀瓦導力式前叉 預載、壓縮及回彈可調 後臂陣為秀瓦掛平單槍 油壓預載、壓縮和回彈可調 煞車部分前方為Brembo輻射對四 配320mm固定單疊 總共為直推式 後輪則是Brembo雙活塞 配260mm固定疊 讓你享受動力的同時 也有充足的自動力 把這台車拉到賽車場來 最重要就是體驗一下 全新世代Sportster S的各項注意 剛才車廂上大直線的時候 哇操那個 我一條運動模式油門扭下去 第一次感覺到這種已經非常長軸距 前傾腳非常外面的車 居然給我快要浮起來 我覺得在第一次騎到這種大排輛的 V雙車款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他的追求 就是他不僅長得帥 他加速也非常快 那我們再講一下他的操控部分 他前面是使用160輪胎 後面是18016吋的輪胎 他的寬度就是比你一般會想像的那種街車 還要再寬上很多 那造成他在整個彎中的 不管是穩定性還有接力面積 會給你一種安心感 但是要注意喔 因為畢竟他也是每次接車 你可以看到他的腳踏 腳踏在這邊 他的棒棒腸已經整根要不見了 所以自己在賽道上騎的時候 我覺得 可能清掉會有點不夠 但如果你在賽道上騎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 再來講一下他可能大家會比較詬病 前疊 為什麼前疊只有一個疊盤呢 那實際上呢 我自己在賽道上騎的時候覺得 不管是他的Brumble煞車的自動力道還有手感 表現其實都很棒 而且自在賽道上騎 代表你在山路上 應該不會騎到相同這種程度 那麼激烈 所以雖然他的車子是 他雷是以非常著名的改裝為主 就是大家都可以什麼東西都可以改 但我覺得煞車部分 你可能如果真的很講究 非常強調那個煞性的 你就可能就換個碟盤 換個來源也可以 不用再把它高到雙碟的配置 那他的避震器的感覺呢 整個穩定性其實也不會讓你就是說 有些車在轉彎的時候 他因為避震的那個穩定性不夠 他整台車就是扭一下扭一下扭一下 那這台車雖然他長 然後又是哈雷 所以可能很多人覺得 他這車就是不大適合跑山 但我覺得在山路上的表現 應該是很夠的 那最後呢 我覺得我想要總結一下這台車 因為畢竟我自己個人 我認為不是一個喜歡哈雷 喜歡美式街車的類型 我以前騎的都是日本車 但我這一次第一次接觸到這個 新世代使用Revolution Max平台的車款 其實我以前在看到Pen America的時候 我就有點想騎騎看 那今天試到Sportster 真的很開心 而且他真的顛覆了我以前對美國車 可能有就是 配備不是他追求的項目 那今天再試到他的電控 這個TFT儀表 那他整個升級的引擎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想要踏入美式街車世界 而且你的預算很充足 那你可以試試看這台車 影片的最後呢 我要抽出哈雷送我們的一個小包包 給你一條哈雷的充電線 那在留言告訴我們說 你喜歡這台新世代 Sportster S的哪一個部分 你就有機會 把這兩項東西帶回家喔 我們這邊是H1MOTO 我是Bread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